百病由瘀生 说起瘀对人体的伤害 那可就太多了 如果人体是条河的话 瘀堵在哪儿 哪儿就生病 堵在胳膊腿上 就会有肢体疼痛 堵在心 就会有心慌 胸闷疼痛 堵在脑 就会有脑梗 甚至是中风 那为什么说 化瘀先活血 活血先健脾呢 瘀呢 一般说的是血瘀 是血液停滞不行 形成的一种病理产物 所以想要化瘀 就是要让血活起来 那为什么又说 活血先健脾呢 因为脾虚与血瘀 形成过程密切相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 就是脾虚气弱 引起的血瘀 我们还是把人体 比则一条河 人体的血液呢 就是河里的水 水流慢的地方 是不是就容易形成淤泥呢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水流 也就是血流速度变慢呢 中医有气围血之帅的说法 血液的运行 需要靠气的推动 气虚无力推动血型 就容易形成浴血 第二种呢 就是脾虚血少引起的 脾胃呢 为气血生化之源 不仅会导致气虚 也会导致血虚 想一下 还是那条河 这次呢 是河里的水少了 河道都盖不满 水一少流动起来 这个动力是不是也不够呢 就容易出现淤泥的沉积 也就是形成血淤 最后一种呢 是脾虚生湿 湿与淤结合 也是最容易形成血栓的情况 脾虚无力运行水液的时候 会导致弹湿内生 弹湿呢 是我们体内的另一种病理产物 你想想 如果河道里面已经有垃圾了 河道是不是就会变窄 在这个变窄的地方呢 就容易形成淤泥 也就是血淤 并且这个弹湿和淤血 很容易凝结在一起 是难分难解 所以要化血淤的第一步 就是把皮呢 补起来 脾胃强健 才能让气血生化有缘 保证气血运行的正常 可以参考人身健脾丸 四斤子丸 或者是补中义气丸 那脾气不足了 活血化瘀就事半功倍了 这时候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参考一个血腹竹鱼丸 或者是桃红四五汤 那要注意的是 以上提到的忠诚药 只是给大家呢 提供一个参考 中医真正的魅力在于 一人一方 具体用药 最好能根据个人的情况 进行辩证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